那天听到许总说 我们的算法要无偿开源的时候 我都吓死了以为这下完了 SG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没有了 不过现在 一片利好啊 网络时代的逻辑思维跟过去不一样了 囤积居旗虽然能高价卖出 但也只是短期的收益 只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平台 开发共享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 现在我也懂了 不过许总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光人长得帅 眼光也那么不一样 难怪薛老大一直那么敬佩他 也不知道薛宁现在怎么样了 薛老大那么能干 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的 过段时间我们就能听到他的消息了 许总 夏总监 我们真是爱死你们了 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夏总监入职好不好 好 夏总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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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玩吧 夏总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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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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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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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的 闺蜜星球 向着太阳 就有方向 逆风飞扬 笑得更漂亮 投射自己 最明亮的光 我看见未来闪扰 见证所有 不可能被实现 骄傲挑战 我们的 闺蜜星球 今天上线了 有件事 我现在告诉你的话 你肯定很生气 我就知道你有事 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SG在北京的分公司即将要上市 董事长他希望我亲自去北京 去北京 嗯 去多久 大概一年吧 我是想听你的想法 如果你不让我去的话 我就直接就给回聚掉了 因为你的想法才是最终的答案 那你别去了 你要一开始就想拒绝 就不会过来问我了 我知道SG对你来说很重要 董事长 董事长对你又那么好 他既然开口了 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你就知道我会答应你 还跑过来装模作样地走个行事 你 我哪有走行事啊 你说我万一去了北京 我把你丢了怎么办 我还怕别的小姑娘把你给抢走了 你听没听过一个笑话 说爱情就是两个丑得像猪一样的人 还生怕对方被别人给抢走了 说什么呢 哪有我们这么好看的猪啊 而且你还这么可爱 以后你就叫猪可爱 那你就叫猪精英 简称猪精 你才猪精呢 你去北京吧 我支持你 只是 我会很想很想你